雨傘反过来变成了收集冰线的神器 看看米粒一般大的冰线掉落在山里收集起来 停在户外的车辆也是噼里啪啦 冰线打在上面 雨水夹杂冰清晨七点多在荷欢山降下来 松雪楼下来都是赏冰线最佳的地点 丹前渡公子高山降到冰点 玉山成了冰封世界 往玉山主峰必经之路 风口铁栅栏一夜冰冻 栅栏上迎封面山坡都有雾松 冷成了冰宫 玉山气象战前 在8点15分也下起了冰珠 迎外冷气团来 远离古坑张湖村后洞载山 海拔大约1000公尺 出现的景象又不一样 封面来出现了云铺美景 伴随日出的阳光照耀 远山云铺与彩霞美如仙境 风过境 带来大量的水汽 全台降温有感 目前笼罩在寒冷淫雨的天气 预计晚间降雨就会减少 天气趋于稳定 温度上升 5号气温甚至到30度 尤其是5号 我们预计各地的高温 普遍都会超过30度 算是相当明显回暖的一个过程 但是到6号 我们又可以看到 随着封面通过冷气团南下 温度上又会有明显的下降 气象鼠预估目前湿冷很快回暖 但是6号离一波冷气团 温度再度溜滑梯 甚至断崖式的下降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天气有如经过了冷热四季 T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